这是我爸的坦克维修厂 我为什么会在这里呢 边走边说吧 前两天我不是还在丛林里盖房子吗 我爸非要让我回来继承他的坦克维修厂 说他年纪大了 干不动了 那说的是一把皮涕一把泪的呀 你们懂的 最后我就答应了呗 这边就是维修车间了 空间还算可以 维修的设备也是样一样全奇啊 前边就是他平时办公的电脑啊 上面这些图纸就是他毕生的精华 里边包含了各大厂商的发动机维修技术 板筋喷漆技术 座舱升级技术 还有这最厉害的炮台打飞机技术升级 厉害吧 就这还不算什么 光有技术没有销量也是不行的 我爸还有一个职业经理人 也就是我二舅 他长期待在American这个国家 也就是美国 我们一般都是发邮件联系 看看他来信了没 哎 来了 Tom就是我的二舅了 这职业经理人就是不一样 我刚一上任就给我懒活了 错不错 利润也是相当的可观 修俩零件就给2000块 接了 这就是我二舅送来的坦克了 检查一下 嗯 左边顶部脱锁生锈 拆了 右边顶部脱锁生锈 拆了 一个大灯生锈 拆了 我这二舅可以啊 就这仨东西 收人家2000块 果然职业经理人厉害 现在打开我的储存面板 就这仨东西 我都不需要自己动手的 直接外包维修就好了 OK 等他们送过来就行了 现在带你们参观一下我爸的维修车间 这边是他的维修工具 铺锈的 喷漆的 抛光的 还有一个大铁锥 可以吧 这是个啥玩意儿 我暂时还不知道 行 旁边这还有个控制台生锈面板 这玩意儿就厉害了 里边是给坦克下载未知种子的 不喊广告 可以可以 引擎架就不多介绍了 还引擎的 跟我来 带你们看一下坦克的底盘 就从这个地槽下去 这就是坦克的底盘了 光秃秃的 不好看 也不知道这真不真实 第一次见 好了 上去看一下外包的东西修好了没 打开我的控制面板 已经全部修好了 现在只是要把它们全部安装上 本次的维修就告一段落了 OK 现在去给我二舅交一下车 果然 这修坦克的活就是挣钱 就这简单的搞一搞 两千块就到手了 怪不得我爸让我赶紧回来呢 看 进账两千块 想必这样下去 距离世界首富也不远了 不过还需要我勤劳的双手 这里还有两个邮件 标题 先看这个 这就是个大忽悠 整天找我爸借钱 看看他说啥 有一台四零式突击炮需要维修 你能帮我吗 不能 看一下给多少钱 四万四 接了 这就是我三叔送来的坦克了吧 果然 依旧是这么不靠谱 你们看看这破的 履带都没了 全车还生锈了 不过 在我细心的修理下 装好履带 全车打磨 然后 我成功的亏到还剩八百块 四万四 接了 好了 我是小天 问大家一个问题 以上这款游戏 你们感觉咋样啊 据说不回答的期末考试都没考上好成绩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